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了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洋葱妈妈 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 加工越少吃得越好 这一集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让孩子爱上吃泼菜 因为春天是泼菜盛产的季节 然后我们这次邀请到就是 芭蕉小喜的蔬食主厨Erica 来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让孩子爱上吃泼菜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几个重点 就是泼菜除了传统中式的做法之外 在其他的异国料理里面 它可不可以有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要让孩子爱上吃泼菜 有没有一道菜 就是必杀气 一出小孩子就一定吃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泼菜还可以长期保存 因为泼菜其实常常很容易都会烂掉 那怎么样长期保存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常备食材 让小孩子在吃的过程之中 还是会喜欢它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三大重点 好 那我们这一集邀请到 芭蕉小喜的主书Erica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已经二月中了 过完年了 好 过完年 OK 好 那Erica我们今天邀请你来 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 你当初 因为其实会在 宜兰罗东运动公园那边 开一家芭蕉小喜的餐厅 你开多久了 一月大概就是满地五年 哇 整整五年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罗东运动公园那边玩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找芭蕉小喜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完完全全代表了 Erica主厨 本身对苏时在异国文化跟台式跟中式文化之间的一个创意表现方法 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年轻的时候常去印度做剧团表演 他也很喜欢西班牙 他也很喜欢中东 所以说他常常在那个地方那几个国家旅行的过程之中 从他的饮食文化中去发现这些异国料理特色 那这些异国料理的特色 其实就完全融入芭蕉小喜的一个菜单设计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想要请Erica分享 如果你在春天啊 你的那个芭蕉小喜的菜单上面会有哪些特色 春天就是台湾最多蔬菜的时候 因为冬天的时候好生长嘛 天气很适合蔬菜生长 所以春天刚好就都成熟了 所以各种叶菜类全部都很大量 所以春天就是吃蔬菜季节 水果也是 所以春天以台湾季节耕种的方式的话 春天就是各式各样的菜都有 对 那我们的菜园很多会种生菜嘛 生菜也是可以生吃 春天就是收成最好的时候 然后还有拿来煮的话就菠菜啊 高丽菜 还有一些叶菜类 我们没有种通常比较稀释的菜这样 嗯嗯嗯 了解 因为他前在他的春季的菜单里面 就很多的菜量啦 对 那因为Erika其实她自己有一个 有机栽种的菜园 所以每一天它里面的菜都是从这个菜园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一题 我们就谈菠菜好了 Erika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我刚好提到你年轻时候 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旅行过 你有没有印象中 哪些异国料里面的菠菜做法 会让你印象深刻 菠菜 我们这个年纪应该就是大力水手 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 就是大力水手吃的菠菜 就会变成手背很粗 对我想到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营养 很营养的东西 对而且它很好种 所以甚至可以被做成罐头 然后大力水手才可以吃嘛 对 所以说西方用非常多的菠菜 它就是很好种这样子 那我吃过印象最深的话 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搭配 它就是菠菜羊奶披萨 但是它是在西班牙吃到的 OK 对 它怎么讲 它外国的菠菜 如果你是要直接吃的话 通常它一定把水分烫过鸡很干 外国人不太喜欢吃这种 烫青菜的味道 对 水分要挤干 它才吃到那个纤维和菜的味道这样 然后那个羊奶就会一样稍微 对 但是however 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对 菠菜羊奶披萨 这个是让你印象深刻 就是壮击 很特别 对 可是但居然是意外的好吃 对 好 那还有别的吗 印度的话 素食者也很多 那他们的绿色蔬菜 的咖喱 通常都是菠菜 对 这我吃过 对 我去印度餐厅 咖喱餐厅 通常就是 就是真的很好吃 这真的很好吃 那它就是 可是吃不出菠菜 因为它那个咖喱味实在太重 所以 就是吃到嫩嫩的菜的感觉 但重点是咖喱 对 咖喱 对 对 那还有别的国家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常去西班牙 西班牙烘蛋很有名 对 西班牙烘蛋很有名 那我也吃过它就是菠菜烘蛋 菠菜烘蛋 也很好吃 等于就是都吃不到 有它的水分 这样子 他刚好像有讲 就是这些国家的名人 都吃不到菠菜的水分 都是有那个口感 你把水都沥干 对 好 OK 那中东人是怎么吃菠菜 中东人的话 我吃过一个就是番茄 炖菠菜 然后再加上银嘴豆 然后当然它就有一个中东的香料 所以就把它炖成浓浓的 像炖菜这样子 然后可以配面包吃 这个番茄 炖菠菜 银嘴豆 反正就是炖菜就对了 炖菜之类的 OK 这个我觉得这一道 让我蛮喜欢的 因为它是番茄跟菠菜 再加银嘴豆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银嘴豆 很营养 蛋白质 好 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他国家 对于菠菜的做法 那我觉得台湾人 很多小朋友 其实很抗拒吃菠菜 菠菜其实 它营养成分很高 就是铁的成分 然后很健康 然后蛋白质成分 也是蔬菜里面的前几名 好像还有钙 还有钙 然后其实非常非常健康 再就是其实我觉得 它有一个叶酸成分 那可是 其实在菠菜里面 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小朋友 比较不喜欢菠菜 就是它一直有一个色味 菜味 菜味色味 然后有一点点 如果菠菜没有炒 会有点抓舌的 感觉 对 后端会有个抓舌的感觉 那我自己的方法 其实就是 因为我的小朋友 小时候那时候 炒菠菜的时候 他们真的都不太吃 但是我 之后发觉 盐曲的好处 因为盐曲里面 有淀粉酶 淀粉酶 主要是把蔬菜的 甜味拉出来 然后它另外 因为它是 只用米做发酵的 所以它带米香 所以其实 我们的小朋友 反而如果 菠菜用盐曲炒之后 小朋友是吃菠菜的 因为原本用盐巴炒 他们是不吃 因为它的色味很明显 可是用盐曲炒之后 那个色味完全下降 所以我之后就发觉 其实盐曲蛮好的 它除了可以把 食材的甜味拉出之外 它可以解决 很多蔬菜的色味 跟生味 就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好的小帮手 可是我们今天 想要请Erica 跟我们分享的是 扣掉如果 菠菜去用盐曲炒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小朋友一定喜欢的 一个表现方式 就是你一端上来 就哇 它就直接吃 它也不管里面有什么 这个问题我有问我女儿 因为她们是读 实验小学中学这样子 她们中餐都是吃素 所以她长期中餐 就是吃很多蔬菜 而且她们都是 比较健康的饮食 然后她就说 如果要让我们 都把它吃光 然后又是绿色的菜的话 就是秘诀 就是要有焗烤的感觉 真的欸 这是个秘诀 因为其实我的小朋友 也是念实验学校 然后森林学校 每一天都会 不同的妈妈轮流上去煮 那我们大概就是 每次煮都要准备 110人份的菜 然后我觉得 我常看到的 那些主厨妈妈们呢 她们菜里面 都有加焗烤 然后发了加了焗烤 小孩就挖了 她也不管她是蔬菜 因为小朋友 基本上不喜欢吃蔬菜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 一个重点 是真的 我们也看到 就是好像蔬菜里面 加了焗烤 孩子就吃了 对 而且因为烤过 那个菜的水分 其实它就不会 就像我们刚刚说 水的味道 就变香了 对 所以焗烤这个方式 如果你希望 她吃到大量的菠菜 或者是蔬菜类的东西 她不喜欢吃的东西 就丢进去 就丢进去焗烤 好那 你今天想要介绍的 这个焗烤方法 是这道菜叫什么 好 这个就是焗烤菠菜 马铃薯 它跟马铃薯做结合 对 就是焗菠菜 马铃薯 那它的做法怎么做 它一样也是很简单 我们先炒洋葱大蒜 好 看你吃不吃 如果是不吃洋葱大蒜 你就直接把马铃薯先切丝 然后用那个橄榄油 炒到稍微软 有一点香气的 然后就加入干的菠菜 就是假设你洗过的话 也要沥干 或者是你烫过 然后也捏干 一定要捏干 把水都逼出来 捏到它非常干 就是皱皱的状态 不然你的焗烤会有点水水的 OK 好了解 对 然后就把马铃薯 洋葱 菠菜都炒一炒 然后调味 你也可以加盐曲 加盐巴 然后黑胡椒 那我今天是再加鲜奶油 就让它有点白酱的感觉 再撒入起司丝 把它拌匀 拌一拌 拌一拌 直接放在可以烤的盘子 上面铺上一些番茄片 再用番茄去去片它 里面没有泼菜 对 然后上面也可以再撒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些 烤过的脆的话就烤了 OK 就完成了 就再加上起司 就焗烤的那种起司 披萨起司 然后再加起烤 那如果这样 因为照我之前的 因为其实你下面的一些蔬菜 基本上都炒过了 对 所以其实应该速度很快 对对 这是 烤箱大概你觉得抓多少 一定都有 我觉得15分钟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对 OK 好15分钟就完成了 对 烤到上面那个 你想要小朋友 有的喜欢吃它 隐隐的 反正你自己看一下 它上面的状态 好 所以其实我们就把 泼菜的部分 跟焗烤做结合 这道叫做 焗烤泼菜马铃薯 那泼菜一定是怎样 先去烫完之后 把水逼出来之后 然后跟洋葱下去炒 对 很快 很快 然后炒完之后呢 在上面呢 就放进一个焗烤盘里面 然后上面再白上 还要加鲜奶油 哦 要加鲜奶油 要做白酱的鲜奶油 然后跟起司 也下去 哦 这个时候就要先下去了 因为你里面就要有起司了 对 的感觉 然后其实基底 就是一个白酱的概念 对对对 然后要再加入鲜奶油 跟起司 对 起司吃 焗烤用的那种 对 已经开始 在里面就先融化了 对 然后再放进盘子里面 对 然后盘子上面再放 番茄片之类的 对 那如果你想要外面 酥酥的可以加一点点 面包粉 哦 面包粉也不错 家里如果吃这个面包 它干掉了 就把它 把它放在上面 碎碎的粉这样子 对啊 其实家里常常都会有 就是剩下几片的吐司 可是它很干 对对对 就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再加上起司 就再加一加一层 然后再进烤箱烤 烤15分钟 对对对 那如果你喜欢 它的表层更脆的话 你烤的时间 就可以再拉长一点点 对 那这时候你菠菜可以多加 真的没关系 比玛丽薯多很多 都没问题 对 它重点是 要它吃菠菜 就小孩吃菠菜 我觉得这道小孩一定会喜欢 我真的想到 因为还是我下一次 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的妈妈煮饭 我就上这道菜好了 因为春天刚好 有好几次要上去煮饭 好 OK 这个菜单你也帮我想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粉丝提问的部分 就是他说他每次 春天的时候 他都会看到菠菜 要不然就是 他偶尔也会去卖场 基本上春天都会买菠菜 可是他发觉菠菜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买回家呢 如果没有立刻处理 或者是两天之内用掉 超过两天之后 到第三第四天 那个菠菜就开始会烂掉 对 然后他就觉得很麻烦 那到底要怎么做 那有时候你知道 我们这种家庭 就是我们这种双新家庭 我们每次上卖场 一个礼拜顶多一次到两次 我们也不可能一次买很多 或者是有时候真的忙起来 我们就会可能买两份菠菜 然后就导致于 一份先用另外一份 他就会怎么样 就直接烂掉 对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他 因为我们就是可能 真的会一次买两到三份 像现在市场 50块钱一大盘菠菜 你会觉得好啊 买回家 但是你真的没办法 你小孩子也不会 那么爱吃菠菜 对 而且你也不可能 每天用焗烤给他吃 对啊 不太可能 对 那怎么办 好 菠菜有办法怎么样的储存吗 有哦 让他不要烂掉 怎么储存 对对对 好 好 我们一样就是 把菠菜起干净之后 然后烫过 然后把它捏干 捏成一碗一碗的 球状 然后去冷冻 就OK了 就OK了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之前的做法嘛 那你就说 那我们那个水 记得要加盐巴做杀汁的 可以加一点 对对对 那你不要把它煮太烂嘛 因为你还要解冻 你就把水 滴掉 它会脆脆的 嗯 对 所以 沥干 然后捏成一团 然后冷冻 你无论要煮 菠菜 豆腐味噌汤 你就丢下去一团 其实真的很方便 然后你说的 炒盐曲 你就把它解冻 拌一点盐曲 炒一下就好了 哦 真的耶 其实我好像就是买的那一把五十块 我可以把它大概分二到三的部分 然后先把它丢在冷冻库保存起来 嗯 这个方法其实蛮好的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想过 所以我自己也常发生就是 稍微一忙起来 没有去煮到第二把菠菜就烂掉 然后我每次就觉得 它又要丢掉 然后就觉得心里很 感觉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自己很喜欢吃菠菜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每次在这一把菜的时候 就觉得心情就是 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那原来有这个方法 其实我们用冷冻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它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Erika 那我们就是在节目最后呢 请Erika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今天 因为现在春天到了 那你预计哦 就是你在你的那个菜单上面 有哪一些 你觉得推荐的菜色 我的菜单 对啊 如果粉丝真的有空了 你就要去宜兰 然后你真的 去宜兰楼东运动公园 哎我真的老实说 我自己很喜欢楼东运动公园 因为我小朋友小时候 就我常常 如果去宜兰我就会带他们 去卢东运动公园 因为他们很好放生 然后因为很多的小山坡 现在超美的 对 现在都是洛宇松 然后现在都是洛宇松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 那Erika可以给你一点点时间 帮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要去的话 你会觉得什么菜 一定要试试看 我们最近有一道叫做 冲绳墨西哥塔可饭 冲绳墨西哥塔可饭 好可爱 就是沖縄 Taco Rice 那你是怎么做的 基本上它其实有点像 拌饭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们用很多蔬菜 代替肉 但是它有一个墨西哥香料 所以它又有一个酸酸辣辣 然后很香的墨西哥感觉 然后里面就有放上 大量的春天的蔬菜 对对对 食材 好 所以大家会感觉上 它整个呈现又是一个 墨西哥风味 对 它也蛮喜欢墨西哥菜的 我觉得其实去Erika餐厅 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会觉得 自己在吃蔬食 对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很多的创意 你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道菜 而且那道菜会让你惊艳 你不会觉得你在吃蔬食 你也不会觉得 老师说 它的豆制品的做法 其实都蛮创意的 不会让你觉得 就是一个传统式的 一个表现方法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到罗东一栋公园 然后可以气得去 芭蕉小喜 然后去试试看Erika的菜 然后我觉得 它都是用当季的蔬菜 然后自己栽种的菜园 里面的一些 无农药的蔬菜 然后另外一个 它也是百分百无添加的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就谢谢Erika来 谢谢大家